三星一辆货车在南投云林交界的南云大桥上面准备要左转 没有想到驾驶疑似违规没有让执行的车先行 结果就直接撞了上去 一辆轿车被撞到结果造成了两车三人受伤受困 其中货车上的一对男女受困在几乎解体的车头里动弹不得 62岁的驾驶和52岁的女性朋友 双双受困在几乎已经解体的货车车头里 挡风玻璃碎裂 而男子还趴在地面上动弹不得 坐在副驾驶座的女子因为全身骨折 多处擦伤流血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而警察用破坏器材撑开了车体 再赶紧徒手搬开车顶救出受困的两个人 这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六号下午五点多 货车从防汛道路开出来 疑似违规左转一命照上了北上直警的轿车 两辆车的车头几乎全毁 货车还撞成了解体 车体全部应该都蛮严重的撞击 力道太强了 那所有散落一地的零件 还有那个轮胎 三个人送医治疗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肇事的原因 警方还在调查理情 于马上直到北上之后 再调查理情 早前来 切力道